那是晚岛 半年进入与神相交的美好安息 跟从 马太福音四章十九节 耶稣对他们说 来跟从我 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 耶稣呼召打鱼的人跟从他 从今以后 他们不再以捕鱼为生 而是为神果的扩张而活 从前是以虎口为目标 被耶稣呼召以后 就以主的使命为目标 从前是用鱼来计算收获的价值 以后是用人的灵魂计算收获的价值 跟从主 看起来是舍弃 其实是得道 并且远超人能够算计的 主啊 你曾呼召彼得开始 但是就一直在呼召人来跟从你 被你呼召是多么荣耀的事 历史历代 多少男男女女就撇下了网跟从了你 是的 跟从你会遭遇世界的反对 亲人的担忧 并且跟从你 就必会走向十字架 因为 那是你在世界的终点 只有愿意背起十字架 才能跟从你到底 彼得因十字架 灰心绝望 重新回到渔船 但你的恩赵 是永不放弃的爱 感谢主 求你扶持那些软弱的 沮丧灰心的人 让我们要来跟从你 不管你走到哪里 我们也要跟到哪里 因为经过十字架 终点就是你荣耀的宝座 奉主耶稣基督的尊名 阿们 更新我的灵 使我贴近你的心 看见一响 听见你的声音 更新我的灵 使我贴近你的心 走向祭坛 献上自己给你 就像当年的西蒙地 彼得安的脸 抛下欲望 放下自己 静静跟随耶稣 就像当年的西蒙地 彼得安的脸 抛下欲望 放下自己 静静跟随耶稣 静静跟随耶稣 静跟随耶稣 看见一响 看见一响 听见你的声音 更新我的灵 使我贴近 你的心 坐上祭壇 献爽自己给你 就像当年的西门帝德安德烈 抗下欲望 放下自己 直接跟随耶稣 就像当年的西门帝德安德烈 抗下欲望 放下自己 直接跟随耶稣 如的雨一样 就像当年的西门帝德安德烈 抗下欲望 放下自己 直接跟随耶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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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随耶稣观似 ai Fateh Il nicht Zither Harp